今天的新闻头条要带您来关注我 让英国再次沦陷的变种病毒 会不会威胁劲逼台湾呢 昨天晚上华航从英国抵达台湾的班机 127人当中有三个人确诊了 其中一人在入境的时候是发烧到39度 但是在英国报道跟登机的时候都没有发烧 而另外两名的确诊者是没有症状的 班机上的其他124个人皆为阴性 至于从英国入境的确诊者是否带有变种病毒呢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如果病毒量高 那么三天之后就可以比对出结果了 目前全球已经有50几个国家跟英国是断行的 病毒仍然从欧洲一路的扩散到整个亚洲 包含了像是新加坡 南韩 香港还有日本 现在都相继沦陷 也逼得日本政府紧急宣布锁国 从28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底 基本上是全面禁止所有的外国旅客入境的 指挥中心从23号开始也寄出了三大防疫措施 包含了有英国旅游史的人要集中检疫 伦敦飞台北的客机航班是减半的 另外机组员必须要居家检疫14天 而且所有的入境者必须要在检疫期满前来做裁检 陈时中他是信心满满的表示 台湾有充足的医疗量能 所以我们不需要锁国 只要做好检疫前后裁检 集中检疫这两大战略就可以有效的做好防疫了 真的如此吗 因为这变种病毒真的是来势汹汹 前国民党青年团执行长名嘴李正浩就十分的不满 今天他在脸书上开炮说 中国的小民不可以入境 英国的大民却可以入境 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啊 都这种情况都什么时候了 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开放英国的班机回台湾吗 27号114名乘客搭机从英国长途跋涉终于回到台湾 返台的114名乘客当中 其中有艺人因为发烧送医 其余有四个人表示他们14天之内有症状 所以立刻裁检 剩下的乘客他们则是到检疫所裁检 必须居家检疫14天检测阴性才能出关 担心变种新冠病毒传回台湾 检疫规格拉钩 机组人员旅客全面进行核酸检测 但第一线的医师认为 居家检疫做好做满才更安全 大部分都是说14天嘛 但是有研究还要发现说 如果可以在加的期间21天的话 这个做满因为它的病毒量也下降 然后因为几乎是没有传染力 不过这名旅客下机时发烧到39度 送医后确诊 有医师认为虽然后端防疫人员把控好 但前端也就是在飞机上应该更谨慎 可以比照武汉包机模式 因为当时大家是全套防护衣 旅客不准进航萨化学兵消毒 但这回英国航班旅客穿简单的防护衣 消毒只是由医院清洁人员负责 有些落差 加上乘客体温上上下下 无法掌握登机前有没有吃退烧药 空服员其实暴露在风险之中 离开过座位几次 他跟机组员的接触 有没有做好防护 这种长途的扳机 可以考虑三小时去做一次 红外线的体温监测 因为其实量体温非常简单 集中检疫所的管理也非常的优良 从来没有爆发过在集中检疫所 有脱逃或者群聚的情况 换句话我们这样的一个防线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坚强 集中检疫所的一个堡垒在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战略 指挥中心目前没有断航打算 也没有锁国必要 但防疫视同作战 因此班机上有确诊患者 可以从案例来重新检视 机上和下机后的防疫标准 东西新闻做好不到 好刚才有医师说到了 这个英国返台的班机上面 有确诊的这三名乘客 到底跟这个机上的空服员 机组员有多少次的接触 有没有可能会造成防疫的破口 这是医师现在相当担心的 那很多人都联想到之前 2月份的武汉包机 到底是双重标准 还是时空背景又不一样了呢 因为对照今年2 3月 600多名滞留在中国大陆 武汉的国人搭乘包机 回台湾时候的流程 当时你看到这个飞机 是只能够停在飞机的维修机棚的 乘客是没有办法进入航下 所有的防疫人员 都是穿上全套的最高规格的防护装 国军在当时还特别派出了化学兵 到现场来进行清扫消毒 就连游览车也喷洒了消毒药水 而且这次武汉包机的时候 指挥官陈时中还到场全程来监督 可是反观昨天的这个英国的类包机 这次英国的搬机 它是停在桃园机场的一航下 旅客是有空桥可以走的 直接走空桥进入到航下里面 那经过独立的动线到独立的后机室 完成相关资料的查验之后 他们再分批到独立的行李转排 来领行李进入海关 那如厕的时候 他们是有专用的厕所 最后再到独立的后车区来搭巴士 那旅客行经的动线 都必须要清洁消毒 可是这次英国返台的搬机 最大的不同就是 并没有动用到化学兵 而且你可以看到 两边的乘客他们的穿着 也可以很明显看出差别 武汉包机的时候 两岸官方当时为了乘客 到底要不要所有的人都穿上隔离衣 一度还对峙至少6个小时 最后中国大陆这边是妥协了 所有的乘客全部都穿上这个 蓝色的隔离衣 包紧紧 而且当时甚至有人 还是穿着尿布上飞机的 几乎全程都不敢吃喝上厕所 可是这一次英国航班 从英国飞到台湾的飞行时间 是更长的 但是你看到乘客大部分 都只有穿这个黄色的雨衣 戴上口罩 或者是戴着透明的面罩 防疫规格跟武汉包机相比 确实是宽松了不少 虽然负责集中检疫所管理的 医服会执行长王必胜表示 因为二月份比较早期 大家对病毒跟机场的防疫流程 还不熟悉 所以当时大家都很紧张 全副武装 但是现在已经有标准的作业流程了 而且经验丰富了 对疾病也更加了解了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 驾轻就熟 但是还是难免引发外界的一些 政治联想 英国飞回来的班机 跟武汉包机 到底这个标准是在哪里 而且这个新冠病毒 对人类所发起的攻击 是不分种族 不分敌我的 尤其是现在冬天 温度越低 这病毒就越活跃 中国大陆现在霸王级的寒流 今天开始到31号月底 将会清洗整个中国大陆 一夕之间 气温可能会骤降10度到16度 而黄河下游到秦岭一带 可能还会降到零下10度 北京的最高温 可能也只有零下一度左右 中国大陆的中央气象台 在今天6点 对全中国发布了寒潮橙色预警 由于一日急凍温差太大了 官方甚至还说 这个北京的急降温度 可能会冷到让人怀疑人生 看看这条裤子 直听听着站在雪地中 黑龙将士兵将洗过的迷彩裤 晾在雪地中 不到5分钟就冻成了一条铁裤 还有学生直接把冰裤当成冰刀 在宿舍内即兴表演裤子切黄瓜 高压电塔变成大冰柱 电线全被厚厚一层冰给包覆 这里是大陆湖南 当地正面临零度以下低温 工作人员的睫毛甚至结成冰 冒着低温和时间赛跑 进行农冰作业 半王级寒流侵袭大陆 多做城市气温 以细间骤降10至16度 北京最高温更只有零下一度 冷到怀疑人生 大水分杯的北京街头 一点人影都没有宛如孤城 另外有中国北极春城号的黑龙江 更迎来入洞最低温 黑龙江大西安岭湖中区 冷到冒白烟 最低温度达到了负44.5摄氏度 是今年入洞以来气温最低值 民众带着热水朝向雪地里泼洒 空中瞬间画出一道道凝结成的冰冻弧形 同样冷到崩溃的 还有内蒙古 好几颗羊头露在白茫茫的雪地中 这不是打地鼠 而是因暴风雪被埋在雪地里的羊群们 大陆气象局发布寒流橙色预警 全境在28至31号期间极度冷冻 其中广东目前气温约25度以上 但29号开始将极冻至4度左右 整个冷空气会从大陆的地方 很明显地往南冲 估大概到30号31号 整个降温的位置 就会冲到台湾的附近来 所以说整个大陆上所谓的霸王级寒流 它会很大幅度地往南压 寒流冰风大陆全省 进而影响台湾 几天后的跨年夜将迎接超强寒流 务必做好保暖 东森才能讯上陈林 余嘉豪 综合报道 马上就要迎接2021年了 我国气象局在今天也发出了 今年入冬以来首发的低温特报 气象局还预测 今年的跨年很有可能是40年来 最冷的一次跨年倒数了 那为了保暖 很多人到外面去参加 跨年倒数的活动的时候 身上都会携带暖暖包 但是有专家调查 其实九成的人使用的方式都错了 包含暖暖包根本不是用搓的 而是要用吹的 而且握在手上 其实保暖的效果也很有限 那真的要让身体暖和起来 要放在哪里呢 专家说要放在这三个地方最有用 街上行人包紧紧 入冬最强寒流报道 跨年夜气温激动 体感温度恐怕只剩零度 冬天里的包暖小物 很多人拿到暖暖包 第一件事情就是冬搓搓 西搓搓 想要赶快把它给搓热 停停停 别再搓了 暖暖包现在不剩搓的 而是要像我现在这样子 用吹的才能快速加热 原来暖暖包成分含有盐 因此吹一点水气 能加速与盐作用 使盐跟铁氧化 化学专家实验 用吹气的一分钟暖暖包 能上升到38.5度 而搓揉的花三分钟 却只加热到30.9度 但要小心 可别放错地方 白白浪费热能 暖暖包还握在手里 那就逊了 小心越握越冷 我们找来专业的中医师 告诉你呢 只要暖了这三个穴位 全身就会跟着暖呼呼 脖子正下方 吐不起来的这边 中医穴位叫大锥 再来是肚脐上方 这个气海穴 也能促进血液循环 让身体迅速暖活 但要说首选的最佳位置 意思说贴这里准没错 腰部所谓的肾疏 治饰 还有我们的命门穴 因为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生命资源 精气就存在这个地方 贴了暖暖包 会带动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 暖暖包穴位要贴对 而食补也得要到位 姜片黑糖和桂圆 在滚水中加热 呈现金黄色泽 这杯暖暖茶30秒完成 能快速驱除寒气 那如果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更有点能量的话 就用龙眼肉 那龙眼肉我们又叫桂圆 那是我们传统的一种东令的一个养生方法 暖暖包从外面送热能 暖暖茶则能让身体从内发热 双管旗下准备迎接跨年夜的霸王级寒流 东森产天新闻 刘吉腾红佩宇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岁末年中有很多民众都会选在这个时间 除旧不新来买家具 不过今年似乎受到了货柜海运缺贵的影响 有好多的进口家具都没有库存 甚至连展示品都只好拿出来卖 暖色牛皮沙发 白色双人床垫 年末除旧不新 不少人都会选在这时换家具 不过今年进口家具受到货柜航运缺贵的影响 捕获速度跟不上需求 像是这个长方形桌 适合一家子围炉团圆 在农历年前都是热销品 不过碰上缺货 就连现场的展示桌都已经被下定卖出了 等不及的客人直接改从展示品下手 就怕缺货问题会扩大 因为过年嘛 总想把家里换换新 天天运气 买家具的人比平常多了两到三成 但无奈货柜海运朝期大延长 联合市到货都不敢跟客人挂保证 原物料的部分也会很缺乏 再加上说有一些工厂有一些停工的危机 所以目前还有一些传奇的一些不确定 我们只敢接现货跟库存的商品 那一些要特制或者是预购的商品 我们现在不敢接 除非说客人他愿意接受 就是不确定什么时候才可以交货的这样子的订单 家具库存卖一件少一件 老板算一算大约勉强只能撑半年 如果疫情没有好转 吹柜潮持续 明年下半年的影响就会更大 那以往我们的库存水位都会维持在 大概100%的水位上下 那目前因为传奇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库存也大部分收在70%左右 进口业者咬牙苦春 但海运业则是喜盈旺季 甚至长荣海运员工年终奖金 上看10个月刷新10年记录 货柜三雄长荣万海阳明28号股价 更是全数亮灯涨停 只是缺贵问题再无解 最终恐怕会影响到小老百姓的荷包 东森财经新闻叶子金扬昭台北彩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